各位早晨,立法會選舉本來就沒有什麼好討論 但為何在立法會選舉中,你見到我直接出這張照片 這個本來的了解,直接懷念啊,你知習近平最有什麼根據的就是我們懷念他們 OK,你記得這個習近平的根據可以的 你為什麼會出這麼小的這個本來的了解,直接懷念啊 為什麼這麼說呢,我故意是華語講的,OK 原因就是,立法會工人組別裏面有一個參選人擁有外國國籍和居留權的 那邊陸位呢,就是建築測量界現任議員謝偉傳 建築測量界競爭對手陳雜濱 法律界的林新強 會計界的黃俊錫 工業界第一的梁逸昌 以及地產及建造界的龍翰錶 我想問,大家都知道什麼叫愛國者治港的了 尤其是謝偉傳啊 你之前是議員來的嘛,你知道什麼叫聯線選舉制度了 你知道啊,習近平要什麼的了 你留著英國國籍把握時春啊 是不是 說真的,一個真正的 如果一個中國共產黨意見的愛國者 是不應該有外國國籍的 這是很清楚的 中國不容忍雙重國籍這件事 我想,我給誰都有專家說 有資格說,為什麼呢 我是中國引來雙重國籍協議之下 成為外國人的那位老哥的後代 就是這麼簡單的 所以我對這個 雙重國籍這個理念呢 我是非常熟悉的 而且就是沒有人敢跟我debate 這份梁振英 我的看法很簡單的 現在你說什麼完善選舉制度嘛 你要確保愛國者治港嘛 我想問你,效忠英女王你愛什麼差國啊 其實我覺得整件事不夠準確 甚至眾新聞的報道手法不夠準確 英國如果你有 如果他有definite leave to remain 或者你definite leave to 什麼類似的東西啦 但是他那個無限制的居留權 是依附在特區護照上面 我也勉強放走那個人 因為那個不適合一個效忠的問題 問題就是這幫人,這六條人的英國居留權 我猜是指英國公民身份 有一個有龍漢彪和黃俊誠 應該是有加拿大的公民身份 居留權可能是拿封業卡 我不知道,但是我猜他們是加拿大國籍的 我的看法很簡單的 他們國籍就是效忠英女王 他們有效忠英女王的責任 何來愛國者治港啊 就是我覺得這種 我不接受這種狡辯 不好意思 就是那個謝偉傳問 怎樣的 他就說 為什麼你們這麼關注有沒有居英權的問題 當然是關注的 你有居英權你效忠英女王的 你好嗎 你何人說愛國者治港 所以我直接用習近平的根據說 這個不用勞改,直接懷念 是有原因的 中國為何1955年 中國和印尼簽雙重國籍協定 原因就是因為 對南洋的人來說 南洋的政府為何不相信華人呢 因為你是中華民國和當地國籍相同效忠 那我不能夠 100% 保證的效忠於新的那個宗主國 就是印尼 馬來西亞那些新興國家 新獨立的那些 我沒有說保證嘛 所以就不容許相同國籍 所以就算 即使新加坡 新加坡容許相同國籍是得的 很少數人 什麼的 建國一代 建國一代是容許的 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們入籍的時候 他們不是根據新加坡憲法入籍的 他們是195年 195年 新加坡變自治的 應該才入籍的 那時候他們原本是叫做 British subject citizen Singapore 所以技術過度上 這些人是可以相同國籍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些老人家 香港住的 為什麼會一手 Singapore Passport Singapore Passport 一本可能是其他國家的 Passport whatever 那個是因為當時 是一個很特殊的情況 他比你這麼做 但是 這堆人很少 我的人數很少 差不多死了 其他 差不多 差不多之後 你沒有 你總之你沒有在第一次 李光耀政府 入籍 成為Singapore那些人 都沒有可能 拿捕你 Signority 為什麼這樣呢 孝宗問題 我想問你 謝偉傳 大哥 謝偉傳 你不要玩了 你是 你是現任議員來的 你應該知道 就是你本護照 你本英國公民護照 你本居英權 你是有孝宗英女皇的責任 如果你這樣也不知道 我告訴你 我叫習近平宗 你直接懷疑就算了 勞改也不用 你直接懷疑 你為什麼 你身為立法會議員 要保持著外國國的責任 你說有什麼責任 如果我照以往共產能的說法 就是什麼 你是外國間諜 我可以直接詢問你 沒有問題的 所以你謝偉傳 這個人你不要狡辯 你跟我 怎麼會你的對手一樣那麼塵 都是有 居英權 居英權 我從來都沒有 所謂居英權的東西 幾樣東西 搞清楚 所有理念 因為這些就是被土共 暗瓣地 搏懵 不搞愛國仔治港的 理念 我一定 我現在就怎樣 執憑這個愛國仔治港的加法 我身為一個英國人 OK 你這幫人 如果你選了做立法會 參選這次的話 你不 你不退出英國國籍 不要緊 我就等 新的Nationality Border Bill一通過就怎樣 跟外政 叫大家一起寫信給外政部就怎樣 不要緊 你不DQ不要緊 我就用 叫倫敦那邊跟你DQ 送你一程 承傳你成為中國人的意願 因為根據條款來講 因為現在涉及聯合王國 和中國的關係 是絕對可以 將你的英國公民護照DQ 是不是 我最 我幫你省錢 不用填方RN 是不是 但是我現在老實說 我就覺得你現在 你自稱愛國仔 而這麼瓦底效忠英女王 我覺得你這個是欺騙習近平 欺君犯上 直接懷念 為什麼叫直接懷念呢 因為我覺得這些人已經我去槍斃了 所以直接懷念 所以為什麼我習近平 我這個 這個也要改善 習近平沒有說什麼 這個不用擁有直接懷念 他也沒有真正這樣說 OK 這是玩膠的 OK 問題就是 在我來說 你謝偉傳這個是罪丫 其實我要搞清楚幾個紀念 如果你是純粹居留權 其實就不是叫居留權 你應該用永久居留權 OK 永久居住權 如果你是沒有加入當地國籍 OK 你是indefinitely live to remain ILR ILR加上你本 on British的 passport 上面 那你是有外國居留權 你就只是有一個地方的逗留權 但是呢 你就不是當地人 不是當地國籍 你沒有投票權 這一種 是灰色地帶 可以勉強討論 OK 好了 第二種 你有BNO 你是British nationality 你是英籍的 其實你有BNO 是不應該 如果你說立法會選 要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想問我為什麼 可以讓BNO出來選 BNO已經可以DQ了 其實 這個我認真 BNO已經可以DQ了 以前我都說 可以實現雙普選 但是不讓 BNO、BC投票選行政長官 因為行政長官是代表sovereignty 是代表中國對香港主權 你可以全面 我可以全面 立法會就可以開放給外籍人士 因為你當地方議會 你應該這樣 你全世界的地方議會都是 你中國覺得香港的立法會 不是中央議會 是地方議會 你為什麼不讓外國人參選 你是這樣 你就直選議席都應該開放給外國人 但是行政長官 就連同一些選 如果你是 On Chinese 就連投票也沒得投 這樣分得邏輯就很清楚了 因為行政長官就一定是代表主權的 象徵主權 象徵主權就不可能被外國人插藉手 那麼我就 要求就只能真的愛國人自我 行政長官這一部分 但是在這個立法會這一部分 立法會議員就不一定要愛國人 因為那個是地方議會 地方議會怎麼會要求愛國 你瘋了 這是什麼邏輯 但是現在你變了就是 你整班土共博猛 用你器官反賞 你國籍 任何國籍 我説是BNO 還是BC 我一定不知道什麼 你就有一個暗藏 除非你的國籍是強加你上去的 否則你的國籍是暗含你 對那個國家的忠誠 如果你覺得特區護照就更加是 因為特區護照 它加多一個條款 你每一張特區護照申請票 你承諾你是中國公民 所以這件事是沒有陷糊的 沒有陷糊空間的 這件事 一定沒有的 所以你其實就應該就是 如果你真的要貫徹愛國際自我 OK 就算我給你選民資格 你選民是可以有外籍的 都沒有理由給候選人 這班的土共 可以拿著國籍 去參選的 就是基本法比嘛 基本法比 愛國際自我講嘛 我也是說一句 你謝偉傳你愛英國還是愛中國 萬一中英兩國交戰的時候 你究竟是跟中國打 你幫中國還是幫英國 你說清楚吧 如果你決定幫中國 麻煩你立刻討論 你自己愛國 你不要詐詐 很簡單 你去到這個位置就已經沒得談 加拿大情況同類 你加拿大 如果你有加拿大 你有封業卡 你還沒正式拿加拿大護照 OK 你拿特區護照加封業卡 我都可以說你是一個愛國者 因為你還沒入籍 但如果你拿了加拿大護照 你自己個人的 宣誓效忠 怎樣 宣誓效忠你是一個 宣誓效忠你是 效忠英女王 那你有什麼好說呢 如果你是效忠過英女王 你就沒得談 這件事你就很明顯 你很清楚 你不是一個愛國者 所以你有責任退出你的英國 或者是加拿大國籍去參選的 這是一個政治要求 不是法律要求 沒有這個要求 但是現在政治要過關 那現在政治要過關 怎麼可以放過這幫人 這幫人是不是發假誓呢 我想問 如果我真的 我現在有的就懷疑 只是偉傳發假誓 所以你問我怎樣看這件事 就是我覺得 香港的土共全部都醜惡的 全部都 原因就是 這個世界就沒那麼著數了 我覺得 有一件事我跟習近平也是 我猜是唯一一致的 愛國沒得搏夢的 一是愛英國 一是愛中國 沒得兩者皆愛 尤其是現在已經進入 這樣的建拔老章局面的時候 我想問你 謝偉傳你現在你想怎樣 你兩者皆愛你想騙英國人 還是騙習近平 你自己回答我 沒有兩者皆愛這件事 這個是排他的 這件事 所以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為什麼我一直以為 我對國籍這件事 我不會用居留權 這些這麼空泛的概念 第一個問題就是 你拿什麼國家護照先 你有什麼資格 你拿什麼國家護照 你自己說清楚 你自己說清楚 你是有居留權 你居留權 你居留權是 在英國的 你居留權 你居留權 就已經是 英國公民 英國公民 我為什麼 我相信你是外國製自國 你是不是在說謊 加拿大 你說加拿大有居留權 那我想問你是 是 加拿大 如果你是現在還拿著 那麼OK 大家仍然勉強收貨 因為你 加拿本 特區護照 你沒有其他 任何形式的英國國籍護照 你都是一個 加拿大的居民 你可以選擇愛中國的 OK 你是加拿大居民 你可以選擇愛中國的 這個 我勉強收貨 所以外國居留權 和外國本身 沒有直接必然的關係 也是原因 因為 你沒有選擇 你不涉及的效忠問題 但是如果你拿了當地的護照 你就一定已經效忠了當地 你就沒有理由 Claim自己是愛國者 你就不要騙人 過去 這麼多年來 由英國人到好 做中國人到好 是將這些事情 討論 搞得很軟 在香港 是有意義的 因為方便是 我政治著數 方便穩定 過度 但是我現在 就要將這個事情 說得清清楚楚 這個人 如果不交出他外國護照 就是假外國人 就是這樣 因為這六個人 都是英籍 OK 有兩個人應該是英家雙籍的 英家雙籍 加拿大政府 今次怎麼炮籍 那兩個加拿大人 就是你們自己決定 因為加拿大法律 是很愚蠢的 據聞就對付不了 Lsing 那些 那些 混蛋 但是你說 如果是英國 我就覺得 Nationality 是Border Bill 新的Session 40 的Session 5 A 過了 我覺得應該將那六條 六個立法會議員的 六個參選立法會的 英國公民的英國國籍 如果他們有BNO 就連同BNO 一平除少 讓他們做一個純正的中國人 因為這種混亂事 令香港人很多時候討論 國家效忠 國家問題 那時候有問題 就好像 你說BNO 有些BNO Visa 著數 那些 好像大波 man 那些 那些 應該捉出來 或者好像 周庸 健吳 這些 那些 應該捉出來 就是這個原因 英國 英國公民身份 不是居留權 只是一個居留權 英國公民身份 是代表 對英國的 效忠 為什麼英國以往會容許相同國籍 英國是很難行單一國籍的 原因是英國和太多皇室 Share 這個所謂的 那個 Share 和一個君主 太多共主幫援 和太多國家有共主幫援的關係 你想想 澳洲和英國 兩個國家都是一個君主 來的嘛 和一個Monard來的嘛 兩個國家都是共主幫援 你共主幫援 你澳洲說不准 持有英國國籍的人 如何參選 這個澳洲議會 這個forum power 這件事其實 有些澳洲人已經 發起上有問題 因為你兩個 你只是效忠同一個君主而已 為什麼名字不同 你效忠英國的時候 The King of the United Kingdom 就是The King of the United Kingdom 然後你效忠澳洲的時候 The King of the United Kingdom Australia Australia 等等 我覺得是同一個人來的 對不對 你根據西文指法的原則 你這個君主是這麼多國家共同同意 而這個君主本身是 是主權掌聲的 那件事就有衝突的 OK 但是澳洲這一點都不容許 你有英國公民身份 你就不要選押法會 你就不要選 Member of Parliament 麻煩你回去早休息 你退了英籍 退縱退縱退縱 你才 你才好出來選 為什麼會有這個 Term Set 後面有原因的嗎 英國就很難 很難的 因為英國太多這些千絲萬絲的關係 很難的 英國很難 單一國籍的 很難 這個就 但是問題就是 中國 就是怎樣 表面就是單一國籍 實際上暗瓦底就是怎樣 有著數就雙同國籍 沒有著數就單一國籍 你都說了 國籍這些東西是很講邏輯的 很講邏輯 很講科學的 如果你讓那六個人出來選 你說這個愛國者治港 你回去倒閉吧 這群人愛英國的 你現在變成怎樣 習近 怎樣 我喜歡的人 我就可以讓他有外國國籍出來做 做立法會議員 還在這裡說我是愛國的 我不喜歡的人 他愛國愛得多痛苦 好像李卓人那樣 都送他入坐牢 那你回去倒閉吧 愛國 愛國 愛你好不好 所以我一直都不愛中國 有些人問我為什麼我對中國這個概念 怎麼這麼 這麼 我從來覺得 我是一個英國人 我由此次都說我自己是一個英國人 所以我以前是居港英籍 印尼華人 我後來就是居德英籍 華裔印尼人 當然跟我的背景超複雜有關 印尼人和華裔都是反映我種族而已 因為根據印尼法律 我是印尼土著 Technically我是印尼土著 我可以用印橋證的話 我可以用印尼永久居留 不用走的 我可以用印尼的我沒有問題 因為我一直都有印尼身份證 可以有這個權利 因為印尼 那個 國籍法改了 印尼結束了排華之後 所有194印尼獨立之前 在印尼出生的人及其後代都是印尼土著 印尼土著任何時都可以回去 我是印尼人 我有華裔血統 但是我是英國人 我是英國籍的 我為什麼會這樣說得很清楚 你也不要跟我說什麼愛不愛國 因為這群人沒有資格跟我爭外國的 因為你現在看到羅緝的問題在哪裡 他們整群的羅緝 根本就是 搬洪門 純粹是搬洪門 我喜歡把洪門搬來搬去 你說洪門飄移 這個洪門飄移叫做愛國 你回去早休息吧 所以有一點 你問什麼愛不愛國都好 什麼愛國就是一字 從頭到尾一片互然 我就是很簡單 我只是效忠於英國 那就是 你明白了 因為我有這個背景 我看穿了這些人 愛國我來 我來作為一個鎮壓人民工具 那個虛偽的共產黨 一看就看穿了 這些東西 如果你真的嚴格執行外國 自港的陸條人 我去勞改 坐底我去勞改 不是留在香港勞改 是送去沙漠 送去鵝鵝鵝鵝鵝勞改 不是啊 你看到這個政權那種 那種醜惡之處 習近平這些人 整個中共醜惡之處 所以 你問我怎樣看 所謂愛國的人 尤其是在西方國家住的 所謂愛國華人 溫哥華那些 是溫哥華那些 有人答應的那些 或者好像周庸 見不去那些人 你這麼愛中國 你先退出你本外國護照 一面把口愛中國 一面死譜 愛國護照 那些是什麼人 那些叫做 就這麼簡單 今早就講到這裡了 我今晚就想講 一個最新有關雜誌肺炎研究的東西 OK 那個有黃標危機的 好嗎 但因為這個是建基於學術日本 它沒有的 大家都知道 武漢就是發源地的病毒 我覺得 有學術日本跟著的話 我覺得 之後大家可以繼續追這個責任 今天 講到這裡 除非我突然想說 晚點說 我們不算 那我就 講到這裡 這個早上 有盤子嗎 然後 我們下 我們下��了 我們下班 我們下班 又下班